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民进党昨晚,16日,决议自提台北市长人选,不再理让现任市长柯文哲,最快5月底前决定人选。 对此,补党党产委员会委员杨伟中指出,民进党要打赢台北市长这场选战,关键在于网络社群的操作。 杨伟中昨晚,16日,在三立节目《新台湾加油》中表示,国、民两党绝对不能再以传统套路来布局选战,因为相较于蓝绿两党透过党工来打选战,支持柯文哲的选民多半是年轻一代的网络使用者,但使用网络社群来操作选举是非常难评估的。 杨伟中建议,民进党对于台北市长选战的议题操作,精准度一定要多加提升。 他还举出标准的错误打法,就是日前引起轩然大波,前副总统吕秀莲所说的是大运中国放水论。 杨伟中也认为,很多年轻人其实不是柯粉,而支持柯文哲的原因,或许就是看不惯与蓝绿政治斗争。 他也强调,很多年轻人不是觉得柯有多棒,但年轻人的票会撞到柯文哲那边,是蓝绿两党使用错误的方式造成的。